全剑建制亚冠记者陆密报道,上周溃败天河之后,天津全剑已经被逼到了墙角,无论是所撒手上的可用之人,还是输球后球队在击分榜上的形式,都已经到了没有退路的地步。 外援的意外脱队,加上球队中的伤病和停赛困扰,进入8月后的五轮比赛,球队就没有一次人员齐备的时候,如今,球队在击分榜已经跌落至第12位,虽说领先向急区的重庆思维还有7分的距离,但事实上,在每个球员的心中,已经为保级绷紧了弦。 本周五,天津全剑率先展开新一轮中超的较量,他们的对手是如今的副班长贵周恒丰,就在周三,全剑集团董事长树玉辉也来到球队,给球员和教练组打气。 上周日,球队在平和体育场0比5惨败,给了卡纳瓦罗所率领的广州恒大,进入8月后的五场比赛,全剑未能赢下一场,仅取得三负二平的成绩。 从年初一之壮志雄心想要争贯的球队,到如今要与保级球队惨烈厮杀,实在让人唏嘘。 从广州回天津,球队经历了四个小时的航班延误,用身心俱疲来形容此刻的全剑,实在合适不过了。 不过好的一方面是,球员已经迅速调整好了心态,没有继续纠结大比分势力的事情, 因为这一周的比赛,是他们挽回颓势的一个好机会。 这周五,全剑在主场迎来贵州横锋,在如今球队身陷人员困境之下,从保级球队身上拿分是最稳当的选择了。 在与恒大比赛之前,全剑在这个赛季还未被哪支球队双杀过,也从未双杀过哪支球队,全剑在与贵州首回合交手时, 一比零战胜了对手,恰好也是那场比赛,结束了球队此前三轮不胜的尴尬。 这一次,全剑也想要达到同样的效果。 上一场比赛,弥浩伦,王永破和帕托都未能虚广州,弥浩伦是因为手部伤病,后梁哲则是因为停赛。 所以,在那场比赛中,索萨不得不用郑达伦打边后卫,全场比赛也仅有权竞缘一名外援可用。 而这一场与贵州横峰的较量,算得上是这个月以来球队人员相对几倍的一次。 即便是依然在只有两名外援的情况下,帕托和王永破竭尽付出,弥浩伦伦伤势也有所好转,有望出现在这场比赛中。 除此之外,球队在没有伤病和停赛的球员,在很多球员心中,其实已经放下了此前的失利。 在他们看来,球队的人员困境是谁都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了,输给强队也很无奈,如今面对副班长贵州横峰,已经不容有失,在积分榜上,排在全剑身后的球队,彼此之间积分差距都不大。 就连大连一方都跟全剑今有四分之差,加上本轮连赛将有多场保级对手之间的直接对话,积分形式也是千变万化。 所以即便是面对排名垫底的横峰,球员和教练组也打起了12分精神。 在本周三,全剑董事长舒玉辉,也亲自来到了俱乐部,召集全体教练员和球员开了一个会。 在会上,他也说到了球队如今的困境,但并没有谈到球队是否要为保级而战的话题,只是不断给球员们加油打气,希望他们用积极态度面对困境,打好接下来的所有比赛。 与贵州横峰队比赛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,球队打完此战后就要去日本,28日亚冠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,他们将客场挑战路倒路脚,战胜横峰,以昂扬的斗志去面对亚冠比赛。 至关重要,毕竟球队目前在联赛中争夺下赛季亚冠资格非常困难,本赛季在成绩上想要有所突破,在亚冠赛场上的继续前进是最现实目标,无法想象如果联赛输给贵州横峰,会给球队士气和信心,带来怎样的打击。 所以,战横峰,只有取胜一条路,更多赛事资讯请浏览足球大赢家。 请浏览足球大赢家。